如果说要再搭配Internet完成的话 那接下来 当然因为各位对于Internet函数比较不熟悉 我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切到清单这边来练习好了 如果说我要抓哪个资料 复制到另外的工作表的话 其实你可以利用Internet 比如说你游标放在A8好了 然后呢 我如果要把A1的资料 复制到A8的话 那其实可以利用Internet 在哪里呢 在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是查阅参照 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函数 I开头的Internet 在Internet下方这边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基本上会跟我们要两个问题的参数答案 第一个的话呢 REF通常指的就是 参考 reference的缩写 OK 那意思说呢 参考到的底线test 参考到文字 这什么意思 跟各位讲 如果是文字的话呢 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看到文字的关键字 刚才这个参数里面 记得前后要有双语号 所以如果今天要指向什么 我要把A1的资料 帮我复制到A8的话 那你可以指到A1 但是你会发现 它里面看到好像是性别两个字 可是如果你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其实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如果是test的话 一定要加前后双语号 这个好像记得 我们前面有用到什么 类似像有个还是叫test吧 test好像也是一样 它第二个参数叫format底线test 所以如果与凡类似像有test的参数名称的话 记得一律要加前后双 如果你按前后双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 英格类似会帮我把某个图存格的资料带过来 那可是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可是我今天 我要把某个范围的资料带过来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比如说我要带哪个范围 比如说A2到B3好了 OK或者A1到B3的话 可不可能呢 特别是如果你要带某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这样后面加个冒号 冒号然后后面加上到哪一个 左上角到右 所以如果你要是范围的话 A1到B3 所以你这边打个B3 OK 那基本上的话 当然你按Enter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错误 你要Enter的话 你会发现Value错误 为什么错误 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你要把这个范围 比如说A1到B3 它是六个除存格 这问题你现在游标放的位置 只有一个除存格 它这个错误其实意思是说 你要六个资料 刚才我 你只有一个格子 一个萝卜 不能放六个坑 六个萝卜 没办法放同一个坑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假如说 你要把六个资料放过来的话 那第一个 你需要怎么样 先选六个格子给它 然后再给它六个除存格之后 当然你不能直接打勾 打勾的话 只会掉一个过来 如果你要把整个带过来的话 还必须要去一个快速键 叫做Ctrl Shift加Enter 因为如果你不用Ctrl Shift加Enter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全部带 所以Ctrl Shift加Enter 你会发现 它这个公式前后会有大刮弧 那这个指的是所谓的阵列 阵列指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范围的所有资料 统统帮我抓回来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不会Ctrl Shift加Enter 你也没办法把资料全部抓过来 OK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 如果你平常没有用到的话 理论上你比较不会知道这些 还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这个大刮弧 如果假设我不用那个什么 像我刚刚我这边把它删掉 比如说我这边把这个范围 再把它重来一遍 如果假设我们刚刚 我让它重打 如果假设我们大刮弧 不是Ctrl Shift加Enter的话 那会不会成功 比如说我今天打大刮弧 前面大刮弧 跟后面大刮弧 结果会不会OK 跟各位讲话 如果你自己打大刮弧 打勾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一定要Ctrl Shift加Enter才可以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大刮弧不能自己打 然后一定要Ctrl Shift按住 然后再加Enter 这样子的话 它才会把你要的这个范围阵列 带到指定的范围里面 这个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OK 比如说我假设这样 这个范围 把它带过来这边 就有点像复制 然后你就跟它讲 Indirect 然后A3到B A1到B3这个范围 帮我放到这边来 所以它会帮你负责 关键的地方 一定要Ctrl Shift加Enter 好 所以呢 我们换一个来看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什么 刚刚不是有一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 不是有个名称叫性别 那如果我希望把性别这个范围 A2到B3 资料放到这边来的话 可不可以 那可以啦 所以如果假设我换一个 先把 因为性别 它总共有四个储存格 所以第一步的话 如果假设你要把性别的资料 带过来的话 一把A8到B9 就是选四个储存格 二的话呢 一样插入那个什么 插入Indirect 然后呢 一样 你就给它什么 性别 但是跟各位讲 这个名称的话 一样的道理 它的参数叫Test 所以记得你一定要在前后加什么 加双引号 不然的话会出错哦 OK 所以只要看到Test 你要记得前后字要加一下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错没关系 因为什么会错 因为它有四个东西 那所以如果你四个东西都要取回来的话 记得先选四个 然后游标放在这上面 按Ctrl Shift加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 性别里面的资料呢 全部取回来了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希望把年龄 全部取回来 放到价格的话 那怎么做 很简单嘛 游标先选八个 因为它有八个的 然后再插入Indirect 有没有 像刚刚的方式一样 然后呢 我这边就是打什么呢 打年龄 年龄 OK 然后扣装以后 最后记得按确定会出现错 没关系 你就是在把游标停在上面 按Ctrl Shift加Enter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资料 通通帮我把它带回来 OK 所以哦 我们Indirect 假如说要这样应用的话 也就是可以直接取 如果你给它一个储存格 它就取一个储存格资料 如果你给它一个范围 那它就会给你一个范围的资料 只是说呢 如果你要取一个范围 记得 它需要执行所谓的阵列 Ctrl Shift加Enter 而且你必须要给它足够的空间 存放它对应的资料 否则会出现错误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呢 我们要把刚刚的这个题目 有没有 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Indirect的话 也会更快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因为上面它的栏位名称 已经是性别 而且因为是放文字 所以本身已经有前后双影号了 所以如果我假设 配合一个Indirect 然后把那个名称 带到里面来的话 其实理论上应该向右拉 就可以取得名称 所以用什么方式 配合那个Indirect 可以更快 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是练习这个地方 把Indirect函数 我试着做做看